为什么是民主制度呢 民主就是在一个没有王的时代的任意而行 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的梦想就是没有王 你明白这一点跟福音之间的一个强大的张力吗 而福音告诉你有一位王 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王就是自由 既然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承认民主是不错的 因为既然人人都任意而行 那么民主就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筛选机制 就是说少数人的任意而行 要服从多数人的任意而行 这个叫做民主制度 而多数人的任意而行 也要稍微尊重一下少数人的任意而行 这样看起来就是在任意而行的世界里面的 一种最不坏的任意而行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承认民主有它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归根到底 民主的基本性质就是任意而行 民主的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们中间没有王 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他们的王登基的那一天 而王是什么呢 你说我们今天没有国王了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现代的政治术语 王的意思就是主权者 任何的共同体都必然会有主权者 所谓国家 什么叫国家 有一群人他们被称为国家 怎样他们这群人就可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呢 那就是基于一个主权者 围绕一个主权者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 他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现代社会并非是没有王 清教徒的时代 卢塞福说以法律为王 或者用潘恩的很著名的一句话 他说在北美没有国王 因为在北美法律就是国王 那这个就是现代所讲的民主跟法制 是很好的听上去 可是法律本身不能够成为主权者 因为法律本身没有位格 法律没有肉可以给你吃 法律没有血可以给你喝 所以法律为王的意思 其实是指的立法者才是主权者 所以民主的实质呢 就是以人民为王 人民主权嘛 人民就是他们自己的主权者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定义 我是我自己的主权者 我们加起来 这13亿人是这13亿个人的主权者 他们2亿人是他们2亿人的主权者 总之来讲 以自己为王就等于没有王 我可能当然我要在一个平面的意义上 接受集体或他人对我的一点约束 可是在本质上来讲 这一群人是以他们自己为主权者的 这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没有王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 是一个任意而行的生命 这就是今天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的危机 因为他们不了解 他们丧失了那一个 有耶和华 有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为王的那一个信仰的时候 他们的民主不过就是一个任意而行的机制 一些合选的和之旁之主 一定可以必为讨论加渡你们很高兴 全争的师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